全國都在等疫苗 那南投縣長林明珍 他開出了第一槍 表明要向大陸採購30萬劑的 德國輝瑞疫苗 因為救人要緊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佩軒 接下來是我們請教的是 我們金門女戰神玉珊委員 我們要來聊看最近地方縣府 他們等不及了 因為呢 自救還比較快 因為等中央政府 不知道他等到什麼時候 而且還有好多未知的訊息 所以呢 繼金門之後 現在還有一個新的議題 就是地方政府 現在各自都想要自己來採買疫苗了 那我們看到的是 其實包含的是金門 包含的像是南投 尤其南投縣長林明珍 他自己喊出說 他們要主動採購 30萬劑的這BNT疫苗 但是他說被罵也沒關係 但是為了他自己 選區的人民的健康 他覺得應該要做 委員你自己怎麼看 對這個 這個長期抗戰 還是要有疫苗才有效嘛 達到集體的免疫 那中央政府 既然現在立有未待 那地方主動出來自救 事實上是所有的父母官 應該做的事情 這是基本的 所以我們的確也是希望就是說 不管哪一個地方的地方政府 都可以勇於的站出來 為民眾來努力找尋各種管道 不管像哪個地方 或者哪個國家 或者是採購者 只要是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認可的這個疫苗嘛 那趕快幫助自己的人民 那中央比較忙嘛 現在事情 醫療量的問題已經也很忙碌了 所以地方政府主動出來 那也我也希望 當然就是以我們金門地區來講 我們也呼籲我們的縣長 趕快正式的趕快提出申請 金門也打算要自己買 當然是可以自己的 買就一定要自己買 如果當然我們人數少 採購量不足 那跟別的縣市 藍營縣市 或是其他有醫院一起購買的一起 因為數量比較少嘛 有時候那個貨櫃啊 什麼這樣數量太少 不容易採購嘛 那是不是跟別的縣市一起採賣 也是一個好方法 雙北市長現在都出來喊 雙北啦台中啦 還有彰化 大家都喊說真的很急 真的希望可以幫 好他們都是傾向說 希望中央幫忙爭取 但是像剛剛講到的金門 南投他們是等不及 他們希望可以授權給他們 讓他們自己去買 但中央現在城市中他的定調 還是認為說採買疫苗這件事 採購疫苗這件事 還是要回歸到中央 回歸中央就是說 那中央你要動作要快啊 因為急急如律令 民眾不能等嘛 疫情是不能等的嘛 那你要告訴民眾說 那你現在到八月份 事實上是真的有點久 經濟生活在停頓 六七八三個月 事實上真的是很多 要考慮一下很多基層的民眾 事實上生活會無以為繼 那早一點打疫苗 也早一點恢復生活 這就是一件 對全民都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指揮中心還是應該 專心趕快在確診的病患 這些醫療量的上面去努力 那疫苗採購 其實不只是地方政府 我甚至覺得就是 各個公家 不管公家 機關 或者是公司 如果有的公司有能力 不管跟世界哪一個國 因為有的公司 比如說鴻海他有能力啊 他跟世界各國 可能都有生意往來的能力 他也許就跟 也許不一定B&U 莫達或哪一家 他就是有這樣的能力嘛 就是可以去採購來 那給他相關的企業施打 這個都是好事 每個人都是在自救嘛 自救就是救人 救也是救人嘛 每個公司自己都可以救得起來 那事實上整體的免疫力就提早達成嘛 所以我覺得疫情主要不要太拘捏 於誰來採買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是好東西 買進來是施打的好東西 那進來當然 進來檢驗這個過程 當然我們還是讓 那衛護部要審核嘛 東西好不好 什麼也要衛護部的檢驗嘛 這個是一定的嘛 不是說買進來就隨便 你打也是要經過衛護部的檢驗啊 我們在前天開直播的時候 委員你不斷在強調說 就是中央必須要適時的釋放一些 下放一些權利到地方 讓他們自己 像你剛剛講的可以自救 所以在金門快篩 目前的最新進度呢 你說金門快篩 快篩現在就是政府 就是同意 中央是同意說 在金門做自願性的篩檢 那如果自願性篩檢 哪裡還特別需要中央公司 新北台北本來就一直在設快篩站 自願性的篩檢站 我們希望說 還是要把戰線拉 回來到台北這一邊 在松山機場就設一個檢驗站 因為現在去金門的人 事實上很少 那一天像昨天才165人 那金馬棚坐飛機人也都很少 那在台北集中設一個檢驗站 搭飛機前的檢驗站 事實上也是對醫療量能的 這種比較妥善的運用方式 其實您剛剛沒人講一個重點 就是其實我們不要再分哪邊來 疫苗能夠買到是最重要 而且是合格的疫苗 對啊 外部檢驗嘛 對啊 進口你檢驗啊 好 那其實包含的是旺報的社評 他們就講到說 大陸現在願意看到 台灣疫情這麼嚴峻 大陸願意提供我們疫苗 也願意提供專家小組 來台灣一起抵抗疫情 但指揮中心說 他現在目前還沒有接受到這些訊息 我們是不是應該也要呼籲一下 在此刻 其實我們如果今天是德國 或是美國提出這樣的要求 我們應該馬上就張開我們的雙手了 那是不是不要再分立場 政治立場 因為其實抗議上真的沒有分立場 這個是我們中央現在做不到的 他現在他就是因為一直分立場 才會到今天我們就都沒有疫苗嘛 對嘛 不然的話疫苗 疫苗大概 中央政府就是 我們中央政府現在就是 蠻用意識形態在做這些事情 比如說自己買不到 也不讓別人自己去買 比如說你買不到 那鴻海去買可以吧 公司去買可以吧 對吧 比如公司幾十萬個 幾百萬個員工 幾十萬個員工 他願意自己去採購 那我覺得政府 都應該抱著開放的態度 好 非常感謝委員 保衛時間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真是要呼籲政府 先不要再認知作戰了 我們先放下你的那一些意識形態 你的那一些仇中情緒 還有你的那一些芒果乾 因為現在大家吃到芒果乾 是來自於國內給自己的 因為我們的疫情到現在 還沒有看到一個顯著被壓下來 甚至呢 這死亡率其實每一天都是已經好幾天 連續都是六死了 讓大家真的很害怕 所以也因此呢 我們還是要呼籲政府 在此時此刻能夠做的是 就是大家最關注的疫苗 我們到底能夠搶到多少 又能夠趕快給多少人 要打電地方政府雙北的市長 他們都很急 都說真的真的不夠用了 可以請中央再加快腳步嗎 而除了加快腳步 我們可能也要放開我們的心胸 包含任何願意提供我們協助的 我們也應該以蒼生為出發點 以關懷我們的人民為出發點 而不是再用意識形態 或是單純在操縱你的仇中情緒 而延誤了我們能夠拿到更多的疫苗 或是獲得專家小組一同來抵抗疫情的機會 主播 主播